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十三號上午二度遭北檢提訓 擠壓第九天阿伯氣色看起來還OK 還轉頭跟罰警獎悄悄化 甚至露出淡淡一抹微笑 繼續和檢方長期抗戰 怎麼解釋佩奇醫生的精流 應訓三個小時結束 柯文哲中午再度搭上球車 被解返回到臺北看守所 距離上回十號提訓 緊隔了三天左右 檢方再度提柯文哲 很有可能跟十一號查扣的 神秘保險箱有關 檢連在查扣的神秘保險箱裡面 發現沒有冷錢包也沒有USB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使用虛擬幣 現在檢方要從其他方面 找破口追金流 上午九點柯文哲被提訓後 委員律師震聲員最先抵達 疑似要趕在十點開庭前 用謹慎的半小時進行律箭 三位王牌律師離開時 似乎面有難色 你做了我們用到嗎 周六九月十四號 正是前臺北市議員 印小薇的六十歲大手 如今被擠壓禁箭 僅能在看守所裡度過 不過印小薇恐怕沒心情過生日 生日前一天二度遭提訓 偵訊約三個多小時 印小薇再度搭上求車 檢方近期針對金華城案密集訓問 如今金華城被告又增一名 十三號檢聯傳喚時任督發局長 黃錦茂 現在檢方更不排除最快下週一二 再度傳喚柯文哲的大帳房 陳佩奇盜案揭秘保險箱的金流來源 三一七晚前韓民學商與SV小組 台北昌報道